高工局从明天开始将实施国道5号差别费率 尖锋时段加收50%的过路费 让宜兰乡亲相当不满 继昨天武杰乡发起抗议行动之后 今天宜兰市乡亲也在宜兰交流到南下路段 拉起布条表达不满的心声 明天国道5号高速公路将开始实施差别费率 每周六早上6点到12点的尖锋时段 由台北南下经过国五的车辆 将加收50%的过路费 希望借由价差降低车流解决塞车问题 这项措施让宜兰乡亲相当不满 继昨天武杰乡发起抗议行动之后 今天宜兰市乡亲也在宜兰交流到南下路段 拉起布条表达不满的心声 变相加价 土力点头 变相加价 土力点头 宜兰乡亲不是三等公民 我想很多决策应该是要跟地方沟通之后再来实施 那这样一个草率的决策 让我们觉得有土力远通之嫌 变相的加价收费 来让宜兰的乡亲要做这样的一个白老鼠的实验 对于地方持续发出的反弹声浪 高公局表示会持续和地方沟通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总部到